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日线图看 十天线是32760 今天有没有塞过呢 最低是32784 是的 站一站 没错 最低的时候都没有什么点破过 高位是3300 流上 330 48高位 曾经起码都升近过百点 结果现在都是多跌近百点 罪魁禍首 当然 上证 我们都要很关注 虽然镌鞋革野美股 也叫是微星 但我们都说最重要的都是A股 A股似乎了 阴住阴住阴住 全日 今早为止 都由高位跌到低位收 而且看到今天那支阴烛都颇大 升上去就升了少少 今天阴烛之阶的3450 2017年都顶了几次的一个关口 都好像失失的 如果说失是失的 但我想留意一下上证指数 早前有个顶位 让我看看 上证指数 大概11月13日最高收 就是3447 现在这样下来 会不会是当后抽在那里找回支持呢 现在3442 当然几点就不算数 会不会徘徊这些位置开始有支持呢 那就关注了 否则真的要下回3400 如果你看到这么仔细 看到3447 或者还有几点的水平 你当3450 看看有没有机会可以站到 上证虽然就粒粒地 但是都见到今天港股方面 变回去内房了 好吗 再买内银和内衣 内房都不用去捐洞捐拿 真的大那两只都很飙青 甚至蓝筹 6800中国海外 现在4.7% 升幅31.75 今天最高见过32.2% 1109 华人置地 现在32.8% 升1.6% 5.1% 最高是34.45% 如果现在才追内房 会不会都会有点担心 你问我今天成交是否真的好配合呢 我觉得就以688为例 今天其实半天的成交 昨天的药幕都八九成了 今天一定大成交过昨天的了 参加RSI又不是好配合 成交又不是真的易动得太交关 你问我我都是官网的 我又不急着进入 我见到中监公司 其实也有提到688和109 他说受到人民币升值 为内房股提供到一个额外的利好 我先看看 他说看到内地地产公司的盈利表现 降低杠杆水平 亦都通过汇对的关系 当然来做人民币的报表 为公司提供额外的资产 预期688 1109 还有中海云洋 中海云洋 81 对了 都会额外受惠 81有没有升 81现在升得不多 暂时升三格 4.93到百分点 暂时又不觉得很爆 其实也不是每一样都升 我们今早说到2669 原来今天还要跌近2.6% 2669又不是纯正的内房 他有多少物业管理 暂时就升不到他 但是其余的 不如 恒大也很粒粒的 恒大很粒粒的 瑞安继续炒所谓私有化概念 但继续和今早无分别 都是跌四格 还有其他的 3380龙光我偶尝都看的 12元齐头升了1个百分点 1813合景财富早前炒过 跌2.5个百分点 12.88 变成今天又不是说 有什么全面的内房普障 是啊 大家都要选股来看 暂时不觉得是全版乱买 对了 更加遇到这样的情况之下 就不需要说 看到今天有一只竟然未升 立即摸入 就可能未必炒到 就是想炒落后的感觉 没错啊 回答大家问题 或者说其他办法之前 要宣传电话 31083399 要大家打电话来 再回答问题 回答其他问题之前 不如说一只廣汽 廣汽 廣汽这只怎么要特别提起呢 因为在内地方面很夸张 一开始就跌停板 嘩 什么事这么大劲 是啊 看到了 港股这一方面 其实都跌了4.2% 16.96% 如果看图方面 原来说简直是一个U型 开始都跌倒下来 嗯 暂时现在看到 H股方面 都不是什么漂亮的 像你所说 都一直向下 似乎今天跌4.4% 直逼今个月 应该这么说 一月份的低位 大概在四天前 当日收得低 当日收的位置是16.9% 如果失去 我都不敢看了 可能真的要下回15.5% 但是 A股的跌停 基本因素是怎么知道 它之前还要有营起的嘛 营起就是营起 但是 昨天花旗特别去点名 花旗下调了广汽 目标价去到21.4% 本身是26.5毫半 就说那个亏损减值较高 同时有些综合的开销 销售的成本 行政的管理费等 花旗都觉得是属于不合理地高 预期的销量方面也到了樽颈 看得挺淡 其实不止 二、三百 今天有一回要向下 其他车 是的 车股 网上的人都说 吉利是例牌 会不会就是之前黄鬼 现在临近结束之際 大家会选择把钱代入袋先 就是之前的资料这么多 所以令到整个汽車板块 可能在第一季度 股价就有少少受压了 虽然说中长线买车 继续都会做好 但始终都会回一回 你刚才说175 加利是受压 亦都看到YouTube有朋友 就是关心1211比亚迪 说到都连续阴了很多日了 1211其实今天有些抵问 叫做阴烛大一点点 好过过去几天前问 今天同时间 你问也都可以问 加不加也行 不过我的情况看到 留意当日 为什么会介绍大家买呢 就是大成交之下 一支羊烛 1月22日 冲穿了什么位呢 冲穿了1月初 要多个顶位72.5元 如果今天能够站到72.5元 譬如说现在7.2.3.5 其实都不是说没可能 站到的话 其实呢 就当后抽 不过不用买 一定要等在72.5.0这些位置 开一支羊烛 甚至乎冲穿 第一支羊烛的收市位76元 整件事80元都有机 所以我想今天是关键了 不希望呢 就明显跌穿72.5元 如果搜到 或者有反弹 或者下午的市 抬高一点点的话 那就要关注 这几天有没有加货的机会 有货继续保持住 因为75元的入价 和现在呢 其实还是可控的水平 还有呢 留意啊 其实当日买的时候 已经说过 70元是横行了半个月的 正路呢 downside 跌进都是只有5毫子 嗯 有朋友仔 看线性 甚至还有阴阳粥 我们一直在说阴阳粥的计划 就是一支带阳粥 然后阴阴阴阴阴 阴阴阴阴也都是粥身里面 不是吃很多的话 大家不要担心 有一位就是阴阴阴 好像整支都吃的差不多 不是 當日的开市价是较低的 71.1 如果你下到71.1 你再来找我 第二个就问20天线究竟能撑不撑到 能撑不撑到呢 其实呢 让我先看看 71.9420天线现在刚刚72流上 这个线是不是真的这么关键呢 我勉强看到月中的时候都试过撞几次都OK的 暂时收到72当着有80分 收到72.5是100分 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 不要紧张 还有市跌呢 说真的又不是那么关键股市的 如果市明显上的 而且股明显下的 那又真是害怕一些的 我觉得今天一半是市一半是股 另外一只大家都紧张就是763 今天很多紧张的 现在86战是有紧张的 2166战是越跌越多 现在跌的6.4% 是26.65 那短线呢 记住我过去几天都是说27.7% 那今天就失去了 失去的话呢 短线呢 就就是说 100天线和27.7% 两个重叠了 失去了的话呢 短线是要走差的 走差的话呢 我们要找回12月和10月份的底出来 去找支持 分别呢 就是12月6号呢 当时最低25.85 另外10月最低24.20 那就是25.85或者24.2呢 很可能是我们可见的一些叫做要向下挑战的 不是说道价就立刻加 是道价有见底即像才加 所以呢 如果短线是真是短炒的 我告诉你 失去了位的 要转弱的 向下你忍到就忍 忍不到就要走的 25.85和24.2 如果中长线的话呢 我只可以说呢 那现在去看呢 都是早前刚才那两个底 未失了 那现在其实都是横行的双形整固的 在过去四个月里面呢 24.3是底位 上方就大概是31元左右是顶位 其实是横行当中 那自己留意我都是拎自己一句 就算长线看保股 看5G都好 不需要急着现在加的 因为现在暂时都是阴足当中 起码都弄一颗星或者甚至乎阳烛呢 才开始乱惹 那这个就 大家不要过于忧耐 不用了 也不需要忧耐 那我最后就是刚才说的2186 都要提奶 因为越跌越多跌4%来到6.71 这个也是个情况 过去一直扶着20天线 还记得过去几天 其实那些人问中国生物制约 问2196 甚至乎今天1548其实都跌得金 顺便报一报1548 金思税跌8的 那我想说2186就是说 一路不穿的20天线 今天穿 而且今天开已经穿的时候呢 你预今日都修复不了的 那最短最短线的那些人呢 其实就是弱了下来的了 那就要想了 走还是不走呢 那下方就以1月为例 最低的时候就是18号 收在6.64 如果6.64都失呢 那就真的是 短线的话要减持了 中长线的话呢 我觉得6.64应该有机会支持 那又是那句了 其实跟763一样 既然大家在看的是它的潜力 还有2186其实呢 一早就说得明白了 是草货 到那一刻如果那个药呢 真是出了 在欧美方面通过了 那一刻呢 那个股价就会爆很多的 所以呢 目前不需要急着加 譬如664或者665那些附近 有弹的话 那就尝试 才去再存多少少货 如果现时阴足一支呢 不需要加货 至于走还是不走呢 就自问了 究竟是短线还是长渣 那长渣的都可以继续流 甚至草货 没错 好了 那我们就去广告先了 广告回来 再和大家看看五间休市的情况 回来节目时间了 昨晚半日市 见含指是跌143.32743 普遍都是红色为主 绿色都是见内房在这里 原来中国今天都缩了很多 是的 今天始终可能内地方面的一个拖累 令到港股其实有好几只 叫做本身金组升得多的股份 或者板块 其实现在月贴近中午市份 那个跌幅都是 那个升幅都是受责的 那这个时候听电话先的了 好 电话旁边有陈小姐 陈小姐 陈小姐 已经试过一次的了 那今次呢 我又再在1.66的时候进入了 那现在突然之间 飙升了 是哦 那我现在怎样做 保持住 1.66的时候 你又真是 凌机一足 那我无故加走入去 我都买了多少 哈哈 那我觉得其实今天就上影线 但是都搜到开市价 2元那些多字 那看多少左右 好啊 其实因为上方没有阻力 但是今天有些上影线 今天上影线就长一点的 我觉得过往很多时候 上影线 证明高位有估压 其实高位去到2.13元 都回了1.12元 在阻振的 是 如果今天 譬如有个叫做比较阴一点的 可能连开市位2元都失卖 甚至乎收在1.99元 1.98元 就走了去 就开始可能分阶段吃 我觉得 OK 即是吃一半先 好吗 可能吃一半先 或者像你所说 你都说买得多 那另外可不可以问多一只 我还没说完这只 你用什么夹着 好 你说 你可以分开两次 或者三次去吃 如果今天是失手2元的话 你吃三分一或者吃二分一 但是这样 所谓的射击之声 即是上影线再加 可能少少阴烛 少少阳烛 其实都是代变的 不排除后市 还可以再升都未定 所以我会觉得你不需要走清 可以问多一只 你问吧 6030 6030 中论 又是吃了一次户 后来又再买 平均价是21.6元 那后来有没有再走过 走不了 整个星期五走不走 正如我们刚才所说 就好像A股最近没有了 之前年初一月那时的势头 就变了好像有多少 我觉得就好像弱了下来 如果再炒 譬如中信证券这些 一来要市况好 二来要成交爆 短期之内 未有这么快可以上回21.6元 事实上最近 我都在和你粉丝 21.3元 今早21元 都走清了 你看看 即是你的意见是先走了 如果你头一转 其实都赚了钱的话 我觉得 拉云都不怕 都算 至少减一斤 即是由得它 如果你长线就由得它 是 即是 如果你真的短线 而 which is 我觉得 我建议是短线 说真的 任何东西 都 都转弱了你需要 有正视 有些反映去做 即是不能盲目继续坐下去 不可以一枚说我是长线的 就看着它弱的 事实上你看到 为什么我会无端的 今早21元 都叫人家清 其实 但不搵十天线 过去这三天 都是十天线之下 那变了 似乎不像早前那些 升上23元那些 那么强劲的势头 好啊好啊 麻烦 麻烦 不要紧 市在这的时候 你还可以捉下第二只 好啊好啊 那有没有第二只给 暂时的 今天好像个市塌塌地 不要乱来 好啊 麻烦你先 Diva 麻烦你 拜拜 好了 那我们开始回答一下 YouTube的朋友的问题 是 第一位就说 他之前 就卖了939 那想买回 应该在什么位置好呢 不需要急成这样 如果内地又立 香港又立的话 可以看回885的位置 过去两天都在那些位置 做支持 那么 现在 今天其实都是上映线 再打 任足失手了9.11的开市位 不用急了 是不是其他内人都是这样看的 打工行 今天其实都升得OK 1398公行 现在就 都还是升到的 升到1.8个百分点 嗯 我觉得 譬如他呢 他都是高位大粒升 不至于阴足 但是 怎样说呢 这浪都是背驰 你留意 整个一月的下半个月 股价一路 撞下撞下撞下 高点 撞下高点 但是RSI都是背驰 那变成了 有货就继续 没有货 或者刚才那些939 那些呢 就多等一会 嗯 嗯 我朋友就问一下 639 那639 那639 又好不好呢 639呢 就 搜钢资源 做煤而已 最近其实煤股呢 包括神华 饮州煤那些 一来他们有营起 二来 就 内地方面 就说那些煤炭 有多少短缺的情况 炒起了些煤 639好就好在它呢 就过去四日 包括今天呢 都是很大成交 下下都亿亿腎 这个股份过往 就不是亿亿腎的 那连续四日呢 都开始很高大成交 那今天更加呢 就突破了呢 过去一年那个横行位置 应该这么说 九月份呢 当时有个顶位的 而当时的顶位呢 最高应该是 九月八号收市 就是一到九毫八 所以如果想是去炒一转的话呢 煤这个概念板块 本身又强强地呢 只要今天收到一个九毫八呢 其实是有得留 是啊 那自己看位 由于上方呢 如果看回目标价呢 就目前现在其实已经是 去到一四年年中的价了 再上的话 我想两个三毫半 当着首站目标先 或者两个四的位置 嗯 那也是炒回这个煤的概念 是啊 我看到今天神华那些 其实都现在 逆时都可以站得到 一日神华不行 刚刚这下不行 是的 刚才今早上映视 原来还在这儿 一日七日都刚刚这下不行 那会不会都可以再 趁低一点点的位置才进入 如果你刚才说 首国人之缘都同一概念的话 那如果呢 你看回10800中国神华呢 其实就 这几天其实都困住 上不到25元楼上 那一七一燕修煤呢 其实就更加呢 好像落了去枝羊竹的底部 四日前有枝羊竹 现在穿穿地 唯一六三九可能 它因为有多少落后 那别人叫做龙头股炒的时候 它就还没炒 它今天就羊竹 就似乎还是站到之前的顶 我就觉得 看盘路 可能两元那些位置 就多些人站在那儿等的 那一九九八既然收到 都已经是满分的话 就留意一下 譬如两元附近的位置 有没有机会入到 嗯 好啊 那另外就看 Kennis问 现价应该入二八八 还是六零六八 好啊 二八八就是猪肉 那今天打个星 其实就 他说不坏啊 今天其实成交大 不过今早一早 看得到八亿 八亿都 起码配股都不是说 有些什么跌的情况 二八八是OK的 六零六八呢 其实也是OK的 其实大家都是破顶 大家多头排列 大家都打个星 那就 略嫌六零六八 今天的成交就叫做 叫做 叫做 温和一点 那我觉得 各有各炒法 瑞坚是快 建效一点的 因为六号 就已经 龙丁虫 六号就已经知道了 那就是猪肉 那些就 没有的 短线没有 短线没有一个 叫做分界线的 所以就 甚至乎 如果钱有限的话 做完瑞坚 再来回猪肉 再来回猪肉 又可以 是 好 Chloe就问 3383 14.6 它有货 是吧 怎样看呢 如果3383 今天 14.3号 2 已经升了2%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 今天 内房 像刚才所说的 真的不是 普障行程 我想 这种唯一有多少 獨特之处 就是它 在拆 它拆 生活 就在招估 当中 反映热烈 不知道 热烈 可能没有凭止跪 各样东西 又要看上市表现 我觉得 不急 你特别留意 在整个 过去这个月里面 基本上 都是得过横行 13个多元 14个多元 当中 23号 顶位 14.8 我想你冲穿 才追突破 好过现在走进去 其实都不知道 它想做什么 嗯 它现在有货 有货的话 就 继续 它下又不穿 上又不穿 那就由得它 闷 下一位就问 966 中国太平 今天内险都做得不太好 不过它就跌1号 33.7 如果966 中国太平 今天都是阴 昨天的阳烛是挺帥的 但是这个情况 力量不够 今天成交又没有跟进 十天线又突而伏失 33.8又失去了 所以不用趕着买 是的 23.18 今天我也没有看 买 23.18 都是跌1.7 到百分点 去回91.05 低位91 都是七十天 即来来回回都在这些位 即91 92 都没了几天 有位朋友仔问 港交所380 有没有可能会跌到280元 港交所280元 现在290 如果280的话 其实比20天线更低 昨天就是20天线很大力反弹 我觉得就不要急着 又尽管看看 285 我不知道他这样问 是不是代表他有货 怕坐艇 还是没有货 想在280 挠货 我觉得先280 先穿雨 不穿决定了先 280 才有机会20 因为280 是一个很大的防守 是啊 没错 那我最后第一位又问 6030 换去2669 好吗 6030 就换不换都要走 首先说明 那2669 我觉得2.9 今早就停留过 2.9的位置 就可以关注一下 不过都是那句 基本因素他当然好业绩 但是情况就在于 如果短线 你真的要知道自己炒的什么 就是炒6号 可以还是不行 可以的机会 其实是很高的 成为港股通飙的新贵 但是呢 到时可以 又代不代表 即刻再上 还是真的等到 effective的人 好少要出货 是的 什么都可以的 我还不到答案给你 所以呢 你自己定多少策略 今天阴足 但是阴得不多 成交少一点 我暂时觉得如果要博的话 2.9的位置附近 但他好消息出货之后 还有个雅生活 可以一起拉一拉 雅生活如果上得好的话 正路对他都会有 还记得之前那只眼仔 带到那些 是的 身体的不同部分 都一起有得性 没错 身体的不同部分 还有一个位置是772到85元 那这个是什么 85元 是的 我应该问 会不会可以上回85元 短线我完全看不到有这样的可能 也要有个诱因的 没有啊 没有这样的诱因 好了 这次回答这么多 那我们3点9节目时间 再和大家见 再见 咱俩 我感兴趣 大家 ', 你 你们 吧 神 buddies 对 很 Unbelievable 我